大家好,我是青木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法师系列里面的三尊 这三尊的颜值真的非常高 第一款是美亚 美亚它是黑暗萝莉变异的一个品种 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红富伦变异优化的一个品种 不管它是怎么来的吧 反正它和黑暗萝莉都脱不了干系 因为红富伦也是黑暗萝莉变异出来的 这一款品种 它的颜值出好了一些两边是非常红的 有点那种粉红色的状态 中间也是比较偏绿色 美亚法师在红富伦这一系列里面 它是特别成熟的一款 它不仅仅颜值高 而且相对比这些红富伦其他衍生的品种要好养 我的这颗已经开始包第二圈侧牙了 这颗之前就是那种小单头 以前我也拍过也说过 就是一个渡过下的老杆子 后来过完下以后 冬季这会儿我给它水给的多一些 大水大肥的吹 其实肥还没有施什么肥 只是一些那种 那个瓶装的那叫什么 水溶液肥那种 就是咱们普通浇花的那种 那种我淋了有两三次吧 然后其他的就是水 水基本是没有断过的 所以生长得非常快 这一些带井类的法师 普遍要头多一些 或者主头那个地方头大一些 脸盘子宽一些 这种情况会更加的好看 更加大气 如果咱们养法师就是那么小小一颗的 对我而言我觉得可能欣赏问题吧 我就不太能欣赏那种特别特别小的法师 比如像一些甜茶类的这些 这些其实也好看 但是我就喜欢他长得头多一些 一大串一大棚那个样子 如果太小颗了 就那么几个头单单的 在那个地方 我就不太能欣赏 这一些法师浇水浇多一些 涂长一些是没关系的 因为这个法师你浇水多了 它很容易长成那些大波浪形式的 有一些垂下来的感觉 稍微涂一些 其实对法师的欣赏来说 我觉得没有多大影响啊 有些人可能要求比较高的 就一定要那个法师有多薄 有多精控的 就是圆圆润润的那种 如果你想要那种效果的话 你就减少浇水 换一些颗粒土比较高的控养就行了 这边的这颗美亚是一个头比较小的了 这个美亚的状态还相对比较好 其实这边晒的太阳也不是太多 只是这边这颗不像我那边那颗 那颗可能水确实是多了一些 而且那个土也比较厚嘛 这边这个栽的没多深 那个根长得也不是太好 所以说这边吸收养分不是太好 加上光照从这边照了一会儿 这个颜值啊 各方面啊都比那个状态要好 但是这种就太小了 没什么好看的 再来说一说第二款 红颜 红颜法师可以看一下我嫁接的这些 这是我前几天嫁接的 右边那颗女巫也是我嫁接的 我觉得长得太矮了不太好看 我就干脆给它嫁接到这种 比较皮实的大老妆上面 左边的这颗架接了有三个头的红颜法师 红颜就是这种有点交边的 两边那个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有点白白的那种 就是太阳稍微晒了一下 它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其实红颜法师是特别容易交边的一款 而且这一款在我们这边非常的不好度下 和红富伦区别不大 因为它也是红富伦优选的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现在还繁殖出了一个什么恶代的红颜 恶代的红颜也就是不太交边的 那个叫做什么 好像起了新名字叫月长还是叫什么来的 说是说不交边 实际它还是有一些交边的 大家如果问一些那些大鹏族啊 或者你买的比较多了 人家肯定会真心告诉你对不对 其实它都是还有一些交边的 说是说不交边只是相对而言交边的少一些 左边这颗红颜这种是特别干了 完全是没有吸收什么水分 因为这颗之前被我砍掉了 那个桩子太细了我就给它砍掉丢在一边 它也没怎么发根 所以吸收的这个水啊各方面都少 所以它就变得特别特别的红 像这种就是红颜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这种是不健康的状态 因为是下面那个杆完全是断了 我才嫁接过来这边的 在左边这颗也是一颗正常的红颜 这种红颜也交边了 你看这个随便晒一下 它这个很嫩的两边那种白色的颈 因为它刚出来就是白色的 稍微有点阳光它就开始慢慢的泛黄 然后到后面慢慢的泛红变成深红色 在法师三尊里边最难养的一款就是红颜 比较偏北方地区的那种夏季 就是各把两个月的那种地方养这些什么 所谓的带井类的普遍来说还比较好 我只是说针对咱们南方地区这边 你在北方地区这边就随便养了 这种品种一般问题不是太大 我们这边秋季那会是非常热的 夏季那会其实到了夏季第二个月 才开始慢慢的增温比较高 是吧 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你无非就是断水 断水了不理它 它慢慢的还能消耗一下 到了秋季 那个时候确实太难熬了 丽秋以后农历一般是7月吧 阳历就是8月 然后再到9月 这两个月是特别特别难熬的 很多时候我们这边的法师就死在了这个阶段 包括很多多肉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北方那边地区 它路下相对好痒一些 因为它那边到了丽秋以后 很明显的一个节气的问题 那边温度就下来了 我们这边很多情况还是很热的 上边的这颗偏黄色的其实也是红颜 这一颗我给的水比较多 这个脸盘长得非常的大 像这种其实新长起来 我感觉也是挺好看 只不过它是有一些下垂了 下面也抱了一些小窄 像这种在长戈把月吧 在长戈把月 这个窄能稍微出来一些 多肉植物 法师系列的三尊之一 欧加利 欧加利也是当下非常非常热的一款法师 这款法师可能是繁殖太多了 短短的这一个月一个多月 价格一下子就飞快的掉下来 我之前买一颗那种比较 就是普通的那种单头 现在嘛就是几块钱 十块钱左右 之前六十八块钱 你说短短一个多 两个多月两个月的样子 那个价格掉了多少倍 欧加利这一款法师特别特殊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不像常规的建的这种 要么什么成片的紫色成片的绿色黄色 要么就是成片的红色或者红啊紫啊这种 它这个颜色就是一种比较偏黑的 中间那个中间那条其实是它的叶绿素 不是井啊 它就是普通的叶绿素 晒一下中间那条就慢慢的变黑 然后两边就是偏黄 所以它出的状态就是一种黄色到黑色 这个颜色非常的明显 你说它中间那里是黑色吧 它也不是那种纯黑色 它是一种有点咖啡色的那种纸啊黑啊 咖啡色混在一起那种颜色 甚至有一些慢慢的渐变过渡效果 那个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颜色 我这边的状态普遍还不是太好 出状态好一些就是我说的那种 咖啡色中间 然后两边是非常黄的 这种特别特别的有贵气 它不像一般的法师 这个看上去明显就有点那种 说不上来啊 好像有点帝王的那个感觉 其实欧加利比美杜莎要好养 而且这一款繁殖也非常的快 长得也比较快 眼前拍的这一颗已经长大很多了 有20厘米那么宽 可能都不止20厘米 这个头整体展开是非常大的 而且下面还抱了一圈的侧牙 这一颗呢是我之前度下那会儿掰下来的 从那个价格装上掰下来 掰下来那会儿才点点大 也就是个五六厘米那么宽吧 而且还没有生根的 其实到现在也没几个月 你看长那么大了 准确来说应该有四个月 因为我是冬季那会儿 冬季三个月 现在春季过了一个月就四个月嘛 这一颗欧加利是我嫁接的 这个嫁接装 我都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了 可能有一个礼拜了 这个嫁接了很多个头 有20个头左右 这一个等它长大以后啊 这种就好看了 欧加利到了夏天是有一点引颈的 它那个颈会慢慢的蜕变成 欧子原来那个状态 其实到了夏季比较热那会儿 我们是分不清 它是欧加利还是紫阳龙的 因为它那个颈慢慢的就退掉了 一般这些能退颈的法师 多数来说 它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 自我保护能力呢 就相当于繁足式的 所以也会增加了 它这个度下的一个几率 这个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